坐牢都可以出來開會 不要說廢話、履行不到職務 而且坐牢是有很多時間看文件的 還沒時間過不坐牢 湯家驊的回應很公民黨 雖然民主派不認同暴力 但梁國雄因為示威犯罪 加上本屆立法會會期在九月完結 實質白免是否有意義 他的律師的想法 有時你真的想踏實他 再呼籲一次 關於那個案子 長毛的情況我們當然支持他 另外就是 我不對案情作出任何價值判斷 但如果真的要上訴 真的考慮過要付出很大的成本去上訴 那當然是天文數字 有很多朋友關心支持的話 我是很樂意接受你們的支持的 老實說 但是現在不要有任何的舉動 就不要... 免得有混亂 各樣東西蒙受損失的情況 過了下星期 過了星期日的特首選舉之後 我會和大家說的安排是怎樣 過了特首選舉之後 我會和大家說的安排是怎樣 我是很歡迎大家協助的 因為那個案情特別的問題 就是如果真的付出很大的代價 決定去上訴的話 因為最主要就是不希望 不希望留下一個這樣的判決 希望是要推翻到這個判決 因為對往後的遊行、示威集會 是有很大的影響 如果真的決定去這樣做的話 就會通知大家 希望大家幫忙 因為那個也是在揮貨一個整體的公民權利 的... 即是在捍衛一個整體社會的公民權利 所在 所以到時我會相當之 我會願意去接受大家的幫助 因為這個裁決出來 以及以這種形式去判罪 那已經不是我自己一個人的問題 好了 下星期再去說那件事 另外呢 除此之外 還有幾件事要說的 先說哪一件事呢 再播放我老婆的影片 播放劉悟紅的影片 先提醒大家的記憶 你應該要收到夢紅的影片 是的 我收到這個夢紅的影片 是的 因為我覺得現在夢紅很慘 他幫你做了這麼多事情 但是呢 你現在跟他割席 那天聽著 在收音機那邊聽著 你打電話上去接著他講話 我多想聽他講話 其實我很想你 即是要愛惜一下他 要盡工廠 即是希望你愛惜一下他 給我一個back job 再講一次 他現在特首辦 不是特首辦 幫我們選到 哈哈哈哈 快也是 量刑競選辦 量刑競選辦 就通知我們 就說要 還回一隻行 我們剛才說了 有情是無價的 情與義值千金 我們不會報價給你 我們會報價給你 就告訴你有情是無價 我看你怎樣寫入競選經費 再講一次 我們會公開做一個劉夢熊 叫做一個劉夢熊的活動 就是劉低夢熊的活動 劉夢熊活動 如果你真的想 因為選舉的關係 不能夠接收這個禮物的話 我就希望你們良型的人 又或者最好就是你CY自己 因為劉夢熊這麼大的舉動 就當然要你去進行 還有我們那裡 都是一個很多街坊的區 我都歡迎你下區 來到我們的辦事處 因為我們的辦事處 就會去劉夢熊 如果你想帶夢熊來劉夢熊的話 就歡迎你帶著夢熊來 我們會叫街坊 記者一起看看你怎樣劉夢熊 我們是很歡迎的 還有這件事 其實還有另外的禮物 好像說 沈旭輝那篇萬元書 沈旭輝那篇萬元書 就送那本書 就是《吸特首的信》 是一個信 結集了一個書本 大概都一起退回 好像你們那個 那個禮物 當然是劉夢熊 比較搶眼一點 當然 因為我昨天一出那個 Facebook的Status 就立刻 一個小時後 就有記者打給我 是嗎?他不要夢熊 記者打來都是 他不要夢熊 其實他不是被人告到傻了 他怕你們送禮物給他 其實是陰他的 送人禮物就告他 找人告他 就說你收受利益 當然不是 他根本就是討厭夢熊 不漏熊 今地都說 你看一個地方 他們如何對待動物 你就知道他們的人權狀況是怎樣 你看CY這樣對待動物 他對人權的意識是多麼低 這樣對待夢熊 所以我們一定要公開做一個 劉夢熊的活動 我們歡迎大家來參與 定實時間之後 另外又是關於CY 就是昨天有個P&P 其實昨天P&P的高潮 就是CY出場 傳召了他上去 基本上都是灑太極 講來講去三谷屁 其實灑太極已經成為招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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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話實在太長太多 好像有很多資訊 那些議員是要說夠啦 知道啦 明白啦 可以啦 他還說生意賺 聽得不太清楚 他又可以拖幾秒 真的好小 四個多小時都不夠他說 對 四個多小時都不夠他說 而且還是沒話說 因為他說的都是慢的 其實 但昨天林大輝很積極 對呀 他問問頭很積極 好像沒見過他在會議會上那麼活躍 石禮謙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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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他問得不太好 平時沒辦法 平時不問 哈哈 疏於練習 疏於練習 他在那邊有勾問 勾問 不斷追來追來追去 沒有point 沒有point 海軍鬥水兵 大家真是水鬥水 所以真的沒問題 但我們看看 毓敏的發言 主席 我聽了 包括你老人家在內三個委員問問題之後 再聽 梁振英先生的答覆 我發覺 他必須要來多一兩次都可以 你對於所有對你的質疑 就是過去我們所理解你這個人 包括你在競選期間 別人對你的質疑 你都是三筆的 不記得 不知道 不明白 我聽了你剛才那些答覆 你是很善於 用一些語言文字 在拖時間 偷換概念 轉移視線 所以我又送三筆給你 第一 你先聽我說 不要揣測我們委員的動機 第一 不要評論我們提出問題的背景 第三 不要迴避問題 三筆送給你 你聽不清楚 這個委員會 是需要你具實已告 現在是傳召你來 不是邀請你來 你不可以不來 來的時候你就要具實已告 不要跟我繞圈子 你可以這樣答應我 我就不會跟你繞圈子 不是我比你更擅長 OK 很簡單 大家不要浪費時間 我不是議員請你 你問問題 不要再有這麼多的陳述 我要搞清楚 很清楚 很清楚 我要梁先生很清楚 是不是 你表達能力 你未必強得過我很多 OK 你喜歡繞圈 我一定陪你繞圈 不要浪費時間 所以 再講一次 不要揣測委員的動機 這個會一開得 你就一定要相信這個會的公正 這個會不公正 公眾會評論 OK 這個很清楚 不要評論 我們提出問題的背景 第三 不要迴避問題 現在問問題 我主要到閣下 慣性是不依從別人給你的期限的 當你要你答什麼問題的時候 本委員會 在3月13日 要求你在16日 11點前 就事件提供陳述書 我們都明白 在時間上 是有些闖存 對於我們來說 都是很闖存 所以 當你接觸到本 專責委員會 避書的時候 表示困難 避書 亦都表示 你可以在16日 即3月16日 稍後的時間提交 但是 你卻自行演繹 將限期 推至3月20日前 所以我這封信 我們是剛剛才收到沒多久的 還有你一早提示 我們只有英文 沒有中文 即是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 慣性 或者有些這樣的障礙 心理障礙 是不依從 所有時限的規定 你是不是以前都是這樣呢 所有 如果有人要求 你答報 或者交一些文件 你是不是慣性拖 的呢 楊三 主席 我不是慣性拖 剛才在發言的時候 OK 第二個問題 如果你不是慣性拖 我又想問 為什麼你擔任西九評審的時候 延遲作出利益申報 你說2月21、23 你已經叫下屬查清楚你公司 有沒有在事件上牽涉利益衝突 並莫告知就沒有 但你拖延到2月25日才作出申報 然後你說 剛才你又強調 時間很短 又遇到星期六 你一個電話知道沒有 那個有多長時間呢 很短的 大哥 你又是慣性拖延 如果 即是說 你下屬回覆你 如果假設 如果說你有利益衝突 那你只是在那個周末考慮 應不應該作出有關申報 但沒有 是吧 快、靚、正 所以問題 並非好像閣下陳述書 第31段裡面所說 只是遲了一日沒有對比賽造成影響 但是為什麼 你在陳述書第11段裡面 特別著名在2月21日23日 吩咐下屬查看公司是否在西九中涉及利益衝突 而不是稍後其他時間才了解呢 梁先生 我不是很掌握到王議員最尾的那個說話 而不是稍後時間才了解 這個問題呢 就是在於 就是你既然一個電話已經是可以知道了 那為什麼會 都會變成 就是對那個 時間之後才會提交那個利益 就是有關的申報呢 嗯 21日收到之後 我看那個利益申報 事實上呢 我剛才都說了 這個利益申報的表格 待會我都有時間 希望有時間可以看一下 我都需要了解那個利益申報的要求是什麼 嗯 21日 22日 23日 當時大概工作比較忙 我個人動作是比較快的 我沒有什麼特別原因 嗯 行政會議召集人要做些什麼呢 梁先生 行政會議 非官首議員召集人主要是 聯絡非官首議員 包括主持每個星期一 當我們有會 之前那一日 星期一 的午餐會 討論第二日 我們會議 議程當中有沒有什麼問題 需要在當日下午 和有關的政府人員溝通的 這個是其中一個主要工作 黃毓民議員 行政會議召集人 和其他的行政會議 非官首議員 在政府的決策上面 他的權力 或者他的職權範圍 是什麼呢 我不想問有權力有多大 梁振英 主席是沒有分別的 沒有分別 即是說行政會議召集人 按照基本法或者行政會議的成員 我們最高的決策機關是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對嗎 即是說國下 是香港特區政府 最高決策機構 或者內閣的非官首 成員 的召集人 這樣對不對 這樣說 主席 基本法也有說 行政長官作出重要決策之前 要聽行政會議成員的意見 但他不需要依從大多數成員的意見來決策 那即是說行政會議成員的意見 行政長官未必要聽 但通常的情況 他是聽還是不聽呢 我們的角色就是諮詢角色 即是說行政會議不是一個決策機構 行政長官會議和行政會議是決策機構 那即是行政會議成員都有份決策 行政會議是向行政長官提供意見的主席 那他有沒有份決策 是行政長官決策 但行政長官會議和行政會議是一個最高決策機構 我這個說法是基本法的說法 主席過去在很多場合解釋行政會議的工作時候 都有說到一點 英文是十分清楚的 Chief Executive-in-Council Chief Executive-in-Council的決定 我再問你